一色藍色上衣配上米白色長褲 戲劇男神胡宇薇去年神格仁夫 於愛妻陳婷妮在美國登記 25號現身台北松菸代言那一份品牌 與夫產科醫師陳寶仁共同舉行 暖性先修班 還請來不少孕媽咪要來聊聊北韻問題 婚後總是被追問造人計畫的胡宇薇 過去曾公開表示夫妻兩人沒有避孕 也很期待新生命的到來 不過一切看緣分 現在成為奶爸見習生 與醫師熱烈討論語兒話題 我覺得我已經開始做還滿多功課 尤其是因為我家 我有兩個子女 然後從兩個子女身上 學到非常多的事實 這也就是未來這個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打歌 你也會喔 這個會啊 換尿布我都會 所以還滿上手的 不只是育兒從被孕到懷孕 整整十個月的關鍵期 以時坦言重慶至上是首要原則 胡宇薇則坦言也曾在街上 看見類似情況 我有看過有一些 因為老婆肚子很小 然後老公就假裝 當她是沒有懷孕一樣 就老婆手上領很多有沒有 因為她肚子很小就會忘記 對 這不行這樣提醒一下 這超不行的 我連有時候在街上 我看到懷孕的媽媽 就拎著大小包 然後老公在幹嘛 就是滑手機 你知道根本 這個畫面超不OK的 一舉一動 言辭都透露著 對寶寶的期待 不過胡宇薇笑著表示 會先和陳婷妮賭完蜜月 不過兩人已經達成共識 表示會好好把握時間 把她新聞事宜會張開 台北採訪報導